廢話就不多說了,我們直接立即開始囉! 首先畫一個圓形 之後再畫一條平時圍繞著行星會有圈的東西 因為之後會直接用水彩來上色 線條記得要簡單乾淨一點 輕輕地畫一條線就可以 這樣可以避免了一會上色的時候 化開了一些圓筆染黑了你的顏色 周圍我會畫多幾顆不同大小的視角星 手帳的紙質一定就沒有水彩紙那麼好 所以它宣染出來的效果沒有那麼好看 都是預料中的事 每一種的紙質可以吸水能力和速度都不一樣 而我正在用的這款手帳 基本上一兩秒的時間很快就已經把顏色鎖住 反而無印手帳的紙又沒有乾得那麼快 所以上色的時候真的要快快快 完全就是同時間在鬥看看哪一個比較快 由於化不開 所以你每次拿的顏色就不可以漏太多 今次我會用到的顏色有深藍色 亮一點的深藍色 還有有紫紫的深藍色 還有紫色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就是用完你的顏色盤上面所有的深藍色 再加多一隻紫色 行星的表面會有一些粒粒粒不平的省動 用剛剛提及過的顏色 在圓形的邊緣位置畫幾筆 這樣就是省動了 亮亮的四個星 就用一隻比較鮮艷一點的藍色來游 在大的行星旁通常都有一些小粒一點的石 還是隕石 畫法其實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首先用一層淡一點的藍或者紫色 之後用深一點的藍色 加深去半個的圓形外圍 藍色的深淺度除了是調色盤幫你調補中的顏色 還可以在水量不同混出來的 每一粒的星球其實用兩種顏色就可以畫好 大的行星我就會畫上一些的蝦紋 小到看都看不到的那些就隨便畫個圓圈就可以了 不要忘記了 加一兩粒的四角星在旁邊 背景會用到的依然是那四種顏色 但我就會用水了去混淡一點 上色的時候盡量避開星球的周圍 就自己手動做一個流白 今次的宇宙主題插畫可以用在月間、周間 又或者是日間手帳入面 或者你畫成一張卡 做成水仙都沒問題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我們有幾個字慢 親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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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我愛的愛的愛的愛 我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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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我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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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我愛的愛的愛 我愛的愛 左邊我通常就用來記事 好像todo、reminder等等 所以中間的位置就會流空它 最後就出動到我們的終極武器圖改譯 至少少在一張廢紙上面 再用牙籤當畫筆這樣點一下點一下 畫一些的四角星 這些大光動作本來應該是用一些白星人料 不過我真的沒時間出去買 但你想一下 平時在家的四手帳間時 用一些隨手都用得到的工具 需要上高光的位置 就和你剛從顏色的時候暗的對角方向 不同大小的白色點點 就隨你心意點幾點就可以了 重新聲明一下我沒有正式學過想彩 所以真的沒什麼技巧 全憑個人感覺上色 今次的影片純粹是一個分享 也都很歡迎美術專業的大大門 可以指點一二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訂閱和留言啦 我可以講完 對角色的音樂 成功能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